另外在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发生后 树林车站也发生了富人带着水果刀上了火车 引起民众恐慌的事件 为了加强公共场所的安全维护和犯罪预防宣导 树林分局也结合了警察志工和铁路警察局 在树林车站的出入口来向民众进行一连串的宣导活动 固热的天气里 两位园警带着大型警察公仔造型的头套 站在树林车站的出入口 果然是吸引很多路过的大小朋友抢着拍照留念 一旁还有警察志工发送传单 树林分局选在车站和民众来互动 主要是要配合暑假青春专案 以及进行预防犯罪宣导 那警力有限 所以我们就结合我们的民力 我们的警察志工 他们平常也都相当的辛苦 在这个我们的分柱派日所里面 在做一个服务 那他们今天主动的要走出来 帮我们警察机关来做一个 犯罪预防的宣导 针对我们这个北捷事件 民众遇到这种学际砍人的事件 他们如何去做一个防处 如何做一个防患 我想这样可以带来 让很多民众在这个治安上 一个感觉到一个安全感 树林分局指出 北捷发生随机杀人事件后 警方加强巡逻 但依旧有人带着水果刀上火车 引发乘客恐慌 因此为了避免民众出入公共场所 心生恐惧 每周六日将在树林火车站 增设机动派出所 加强这一带的公共安全维护 树林分局有建于这一次 之前最近发生的一个北捷事件 还有铁路警察局曾经有 民众他们吸到上火车上 造成公安上的民众的恐慌 那我们树林分局 就为了加强公共区域 民众较多的地方的民众的安全 那我们在机动性的 在我们这一个树林火车站 我们设一个机动的派出所 暑假期间民众出游频繁 车站进出的人数 也比平日增加许多 树林分局加强公共安全维护 相信可以发挥嚇阻作用 也可以给民众更多的信心 车站内外都有保障 中江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道